大家好,今天分享的是芋頭糕,和上次蘿蔔糕差不多 都是自由發揮,隨意,不需要計算芋頭、水和粉的份量 臘腸如果你平時切粒,這次或者跟我切薄片 吃下去沒那麼硬牙,蝦米浸軟後切粒備用 芋頭不要切得那麼大塊,切得像色仔細粒,還要又厚又薄 一部分要切薄薄的,像我影片中一樣 這樣切有原因,稍後告訴你們 用你喜歡用的器皿,大小都沒問題 我上次做的蘿蔔糕給多少份量蘿蔔都可以 芋頭糕不同,你用的器皿給一半芋頭就可以了 浸蝦米的水可以加進去 接著再加九成的清水 放在一邊備用 只用一種粉,尖米粉,要過一個篩 這裡是芋頭糕的調味料要準備好 除了剛才準備好的食材,還有薑一片 冷煮,冷油 加薑片,然後開中火 看到薑片旁邊有少許泡泡 就可以倒蝦米和臘腸 我用不鏽鋼煲,不能大火 兜炒30秒,關火就可以了 用同一個鍋,倒些芋頭和水 加上這裡的調味 你做的份量與我不同 調味料的份量要你自己調教 攪勻,蓋上蓋上大火煮起 芋頭切一點大一點小 因為在同一時間煮的時候 有些可以煮到溶化 有些可以保留一粒粒的口感 一滾起就要關火,不要煮得太久 乾了水就會與你預期的份量減少 可以試一試味,不夠味 可以將剛才的調味再加一點 要立刻趁熱下粉,不要攤冷 粉要分開,一點一點加下去 攪拌均勻後,再加第二次 芋頭沒有水分,不能放太多粉 很容易過激 留意著我現在影片中稀稠的情況 已經可以了,不要再加粉 攪拌的時候,煮邊的粉也要刮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放一會兒更稠 鏡頭大煙看起來很稠 記得不要那麼稠 然後再加上一會兒 放一會兒 旁邊的位置用筷子攪一攪下去 不然蒸出來的底部會一個個孔 有些说封锡纸好,有些说不用封,两样都做,看下会怎样 水滚用中大火蒸45分钟 蒸好了,用竹签试一试,如果没有黏着粉就表示熟了 芋头糕见到好像满到蛇,两三分钟它就会掉下去 封锡纸和不封其实都没什么分别 要放入冰箱一晚 已经冰好了 切开了,看不看到还有芋头一粒粒的 一路煎一路看着,我自己都觉得好吃 很容易夹得开,不会过硬 记得芋头不可以给太多,芋头和水的份量是一半一半 还有不可以煮得太久,一滚就要关火,煮干水不够水分 芋头糕就会很硬 芋头要切到色仔那么小粒,要又大又小,那吃下去才有不同的口感 试过好吃的记得给个赞哦 希望可以分享出去,欢迎订阅我频道,多谢收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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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